提升心性 缘佛陀心 这个世界上任何物质都是虚空的 所以没有必要为自己得到的一些人间的房子 汽车特别欢喜 因为这个房子不是永远属于你的 就是你生出来的孩子 也不是你的 因为当你走的时候 孩子也会离开你 在人间有任何悲伤的事情 你也不能去悲伤 因为这些事情只是个缘分 过了就没有了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就是说 不要在人间来承受这些悲痛 也不要去承受这些喜悦的事情 我们做人不能受到外在的世间万物的影响 很多人的一生就是被人家控制住 感情也是被人家控制住 今天丈夫开心 太太就只能跟着他开心 丈夫不开心 太太在家再开心 丈夫回到家里 过一会儿你也就伤心了 所以人不能受外在的世间万物的影响 而产生喜怒哀乐 人产生的喜怒哀乐 实际上就是你意识当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境界 如果一个人让人家看出来你很欢喜 实际上也是你的意识所为 如果你对善良的事情很欢喜 人家就看得到你的境界 如果你今天很愤怒 别人也知道你修得不好 如果今天你看到别人好了 你很哀伤 那说明你这个人的境界不高 如果看到别人不好了 你很快乐 那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境界 要学会无我的境界 就是把自己忘记 自己都没有了 哪会产生喜怒哀乐 我们在人间不能受到外界的 一切色受想行识的影响 也就是说 我们在人间不能感受到特别欢喜 特别悲伤 不能感受到我承受着痛苦 我承受着幸福 不能想一些事情 让自己特别悲伤和非常痛苦 也不能用自己的行为和意识 来让自己承受更多的人间环境 对你的影响 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 能够坚持修心 靠的是个人自身的坚持和毅力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能够坚持修心 有毅力 再大的困难也不是困难 因为任何困难都是暂时的 任何烦恼都能靠着毅力去克服 所以瞬间你就可以达到彼岸了 这个彼岸实际上就是人想通了 当一个人很烦恼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困难 感受到心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当他看到希望的时候 实际上他就看到了彼岸 所以人在想不通的时候 会越来越想不通 想得通和想不通 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长 师父上次跟大家讲过 人心经常在变化 在佛和魔之间变化 爱与恨也是在积累当中 修心人在人生无常的变化当中 他的心也在变化着 我们修心人变 只能朝善缘去变 而不能朝恶缘去变 人的一生中 最大的毛病就是执着 我认为我是对的 我认为自己是对的 所以才会产生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如果夫妻都不认为 自己是对的 怎么会吵架打架呢 孩子和长辈 如果都不认为自己是对的 怎么会有隔阂带钩呢 永远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就叫执着 学佛要有平等心 首先 不要认为自己是很尊贵的 不要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 这样你才能去除执着 佛法借降 诸法平等 诸法无我的内涵 就是不管我们学得怎么样 在人间的一切都是平等的 这个平等 不是说你的受用平等 而是在人生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两手空空 从空开始 人间再怎么不平等 到了最后 人要走的时候 每个人也是两手空空的 离开这个世界 诸法无我 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会空的 所以根本没有自己 没有自我的存在 这样才会法性同意 就是说 我们在人间所做的事情 都是一样的 举个简单例子 大家在人间为了生存 生存到最后灭亡死亡 一切都是因缘所为 所以因缘殊胜不同 能力越强 责任越大 家里如果父亲的能力强 父亲在家里的责任就很大 如果妈妈很能干 那么妈妈在家里的责任就很大 要懂得念头非常重要 每个人的念头都能指导自己的一生 如果念头正 你的心就静得下来 如果你的念头不正 你的心也停不下来 一个心能够静下来的人 他没有害人的心 心能够经常静得下来的人 他没有贪心 一个人的心静不下来 因为他贪了 他想做官了 他想要钱了 他想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 他恨了 他愚痴了 他做了他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样的话 他就活在了不自由当中 而且丧失了自己生活的目标 你们去看 烦躁的男人 烦躁的女人 他一定很贪 他天天烦躁 他静不下来 他会很贪的 因为他没有得到 他想得到太多的东西了 最后没有得到 所以他的心 就会慢慢地丧失意志 成为他所追求的 这个事物 和他所追求的 这个人的奴隶 师父曾经在法会上讲 谁追求某一样东西 谁就会成为他的奴隶 今天你们追求钱 你们就成为钱的奴隶 你们今天追求一个房子 你们就成为房子的奴隶 为了买这个房子 拼命地去打工 你们今天为了孩子好 天天围着孩子转 是不是变成孩子的奴隶了 你为了追求这个女的 她叫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你是不是成了 这个女人的奴隶 这一切都是人的 愚痴心所为 心不正 贪得多 所以要提升心性 提升心性是什么 就是要把自己的信心 良心和本性 慢慢地提升上来 我不贪 我不求 我觉得我够了 我很满足了 我现在活在世界上 我比太多的人过得要好 我自己已经活了一辈子 我的年纪这么大了 我就是贪得再多 那也是遗产 我没有必要 再去拼命地追求这些 得到后又要失去的东西 这样的话 你才能忏悔除掉 你心中的心垢 心里肮脏的杂念都会没有 所以每个人都要忏悔 想得清净心 就要圆佛陀心 一个人如果想安静 就不要去伤害别人 不要去跟别人争斗 如果你做一个慈悲的人 你没有仇人 谁会来伤害你 那么你在人间就圆满了 你们去看看 跟别人争斗的人 全部都不圆满 因为他在家里都睡不着 他怕人家弄他 要经常反省自己的人生目标 你到底追什么 求什么 你自己看一看 你几岁了 你还想干什么 你在人间 还有多少时间 能够活着 你自己算过没有 你这些追来的东西 求来的东西 会不会伤害你 还是你能够带走 还要经常地想一想 我的目标对不对 要让自己活得有方向 要让自己有理想 我们学佛人的理想 是善良 是跟菩萨在一起 我们要有尊严 我们要修身养性 不烦躁 不苦恼 不暴跳 不急躁 性格好 学佛就是要修心 如果你学佛学了几年 别人都在骂你 你连人都没做好 那你等于没学佛 众生如果不学佛 你的心就会慢慢地腐朽掉 如果你经常不能让自己的心 保持平静 你的生命就会失去本性 慈悲和善良 一个没有良心活在世界上的人 就像一个畜生一样 像当年 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杀了那么多人 他们是不是人 他们是人啊 他们为什么又会杀人呢 因为他们没有良心 所以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天天为了名 为了理 忘记了自己 真正的良心 和本性 那么这种人 就像动物一样 活在世界上 那就叫畜生性 所以人 不能有着人的外壳 却做着畜生的事情 这就是 中国传统文化上 被称为 衣冠禽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